在这一集我们将讲春梅修女的秘密 你一定和我一样希望赶快知道 为什么一个桃园地区的女孩子 会变成沙尔德保禄修女会的修女 来修女你告诉我们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其实很奇妙又很频繁 我为什么会当修女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够说这是天主的招教 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前家三代一起领洗 然后呢五岁的时候等于是1959年 我领洗没多久这个修费就到我们桃园来 可是我小时候我根本对修女坦白说 不是很好的印象 很凶是不是修女凶凶的 修女凶不凶是一回事 因为他们小时候 我小的时候一天到晚追着我 你来当修女 你来当修女 这是很讨厌的事情 真的很讨厌的事情 所以看到修女我都散 但是呢 我觉得说 有时候逃都逃不掉 天主要人的时候都逃都逃不掉 本身我自己出自一个信仰家庭 我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我们前家人会一起念 念完课念玫瑰金 我告诉你都还是跪着跪在地上念的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从小打下来的对天主的那一份 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的很深的感受 讲不出来的 那我为什么会当修女 我为什么说我会不知道呢 是因为我从小对修女没有好印象 第一个因为修女从小就追着我要当修女 我很讨厌 真的是很反感 所以是闪修女闪得很 见到修女从这来我就从那溜着 从另外一个门溜着 对对对对 那机缘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身是传教员 我从高雄传教学校毕业之后 就回到也曾经在左营在盐水服务过 后来就回到桃园这边来 那那时候大了嘛 因为以前小时候这五六岁被追着那个 那到了回来到这边的时候 刚好就在圣体堂这个医院的附近 当传道员 那时候这边的修女就跟我说 能不能来为这边的病人服务 我就问她做什么 她就说 他们希望这边修女希望 给病人广播 就是做一些牧林方面的东西 讲一讲教会的 或者我本身我感谢天主 我唱歌很好听 我本身又喜欢唱歌 这是天主给我的恩赐一路从小 这样子下来的 所以我就说好 所以我那时候呢 就会在一个广播间里面 我唱唱歌 或者是放放一些读编圣经 然后呢 跟讲一些关怀的话 每天就这么做 义务性的 那是有一天也是要回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呢 就在我们那个婴儿室外面 婴儿室那刚好婴儿室都是玻璃的那个嘛 那我要牵脚踏车回去到车库的时候 在那个走道看到一个修女 但是这个修女是我在这个医院里面没有见过的 我就很奇怪莫名其妙的 从她后面牵着脚踏车 我自己都不知道 竟然讲一句话 我当你们修女 我也没有问说好不好 我说我当你们修女 然后她也看我一下而已 我就牵着脚踏车到车库去 然后呢 继续我的工作 放好脚踏车 继续做我的唱歌给病人听啊这样子 结果后来呢 第二天 那个修女也没瞄我一下 我也没看她反正 那第二天呢 这个医院的院长就过来说 林小姐 请你把身份证给我 我说干什么 他说你昨天跟我们会长说 你要当修女啊 你讲的就是会长 对 我不认识他 他说你昨天跟我们会长说 你当我们你要当修女 结果我们那会长 这个修会的修女对我家早就认识了 所以没有反对的 那时候我就说 我心里面说给你就给你 怕什么 第一个那时候我也还没有护照 也还没有出过国 就去吧 就去吧 去看一看一看 就这样子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说我要真的是修女 所以人家常常说你怎么会当修女 我说我真的讲不出来 到现在你问我我还是讲不出来 我有没有被修女感动过 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哪个修女吸引我 没有 但是我莫名其妙的 跟那个我没见过的修女说 我当你们修女 然后第二天 院长跟我说你身份证给我 你也就照做了 你也就照做了 对啊 她说干嘛 她说你跟我们会长说 帮你办去香港的啊 所以你的出学 我们修会的那个就是 就是香港台湾一定要去香港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念头 去就去 反正有人免费帮我办护照 而且没出过国 姑且去看看 姑且去看看 不行再回来嘛 就这样子 好 但是我知道你们家 不只只有一个修女 你是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我是双胞胎 然后姐姐 我是姐姐 后来你感动了你妹妹吗 还是她跟你一样 我从来因为我们很少去 彼此之间很少去讲这一些 是不是我感动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够说 或许因为这样做 我给我大姐胆量吧 因为我姐姐从高职毕业以后 她就一直在这个医院工作 她唯一的接触就是修女 但是她都没有踏那一步 她是一个很胆小 很文静的人 完全跟我落差很大 她跟我落差很大的 她很怕很怕生 结果她从来没有过 那我只能够 或许她心里面早就想当修女 这个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够说 或许因为我先走这一步 她才敢踏出第一步去 因为反正香港已经有一个妹妹在那里 就这样子 所以即使要去香港 她也不会害怕 因为只有家人在那个地方 对 好 可是你们家还有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 她是修女 妹妹双胞胎 我跟她是双胞胎 两个人超像的 我告诉她 所以有心电感应吗 口里不承认有心电感应 口里不承认有心电感应 但是我知道我们两个会比较接近 话题上都会比较接近一点 我也没有感动感电她不知道 事实上我妹妹是 她是两次入修会的 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子 我1979年去 我姐算是1980年去 我妹妹是1982年去 那她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 因为她去的时候 我刚好在准备要发院 做了两个月的毕竟 所以她去了 我完全没办法跟她讲话 什么都没有 只知道又有一个 我们家又有一个来了 就这样子 但是很少 等到我发院完了第二天 没几天我就回台湾来 但是后来她也就这样子顺着 那我发院之后 我就去高雄服务 高雄有团体 那我妹妹 我姐姐第二年发院完院之后 她又回来医院服务 那我妹妹 双胞胎妹妹在两年之后 她也发了出院 也回高雄去 后来我就一直这样子 我的身遭就一直蛮顺的 那我妹妹到了 在做出战院期间 有一些因素 对讲起来就是可能就是 团体生活服从方面 可能有一些为她有点困难 所以她离开 后来到了九几年 反正她出去了之后没多久 她又蹦回来 为什么用蹦这个字 就这样子突然间又回来 她跟你一样很活泼的人 一样 一样 所以她又回到修会 她又回到修会 我妹妹的广播声音很好听 我觉得这都是 为我来讲 其实一直都是天主在安排的 我妹妹曾经也当过幼稚園老师 那后来有了家庭之后呢 刚好这边 医院扩建了 之后呢 就是缺乏 缺乏 还要缺少种绩方面的 那刚好我妹妹那时候就觉得说 因为又要照顾家里小孩子 然后她就说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后呢 这边刚好缺种绩 那我姐就跟我妹说 那我妹妹说很好可以过来 因为而且这边 又算是一个上班 比较能够一个定性的 然后呢 比较安全性高的 所以她就过来 那本身她自己在 天主给她的因子非常好 所以她在这方面也做得很顺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他们家有四个女孩子 三个在同一个修会当修女 另外一个走的路也不太远 因为她也在圣宝路医院服务 这样的一个机缘 修女你认为对你家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能讲我们这样的机缘 对我家的信仰有什么影响 我会觉得说是这个信仰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因为从小我爸爸妈妈给我们的 就是个很好的信仰培育 我爸爸妈妈从小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我们家一定吃饱饭第一件事 现在以前的小孩子是第一件事情做功课 上补习班 我们家第一件事吃饱饭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念玫瑰经 念完导 念完这个才去写功课的 当然这个来讲 为我们来讲的确 以前觉得很浪费时间 甚至有一点点 但是现在想起来呢 是那时候打下来的根基 所以我现在我在我身上发生了所有的事情 我一直都会说是天主在安排 天主在安排 我面对的任何事情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那么开心 天主的安排 我知道天主安排你 我告诉你 我那么开心 我有本事开 我真的很有理由 我有很大理由 你知道我全身上下 开过几次到 我们要用有讲真的吗 因为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癌症患者 所以你一定开过一次 因为癌症 八次 我曾经跟天主开玩笑 也跟我的兄弟姐妹开玩笑 一二三四五六 你们身上都没有开过刀 就是天主把你们的所有的平筋值 都加在我身上 我能够那么快乐 我的刀不是小刀 上到我可以做看饭 脊椎吗 脊椎 要破脊椎 然后医生告诉我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百分之五十你就躺在那里 这边清醒得很 可是你接受去开刀 我接受 我接受 那还有就是 本身天主给我很会唱歌 可是我割掉扁条线 但是我还是保有这样的 我不割不行 因为我每一个月都会发高烧 烧到四十度 我还会装到六十度 根本身的血管又很小 又很沉 我记得我小时候 掉点滴 是从脚底掉上来的 找不到血管 打到找不到血管 后来实在受不了 因为 每次都一烧 都烧到四十度 曾经我记得我在高雄读书的时候 花烧花到爆冰柱 冰柱要退烧嘛 我们不是都冰块吗 不是冰块我是爆冰柱 后来没办法定期这样子 从小一直到我入了修会之后 修会说你不能这样子 你这定期来个每个月给我花高烧 万一出个什么问题 你到现在是天主保佑 四十度有时候真的会烧坏头脑 你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天主保佑让你这样子 所以修会说开道 就这样子 好 所以从你的脊椎 一直到你的喉咙 还有到我的脚 到你的脚 我现在两个脚里面都有两个 每一个脚里面都有两个马蹄钉 如果哪一天大磁铁把我洗澡 你快成钢铁人了 那我们知道在两年前 两年前 一年多吧 你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对 一般人很难去接受这样的讯息 看到你现在的快乐 我发现你好像全然接受 这好像你开心的另外一个理由吧 那你是因为前面有很多挑战 你都可以接受呢 所以你不把它当回事 不过我觉得你好像 从开始我们在上一集访问的时候 我觉得你从而到尾 对包括你进修会都不当回事 他说没什么关系 做就做好 对啊 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一直常常有一句话 怕什么 天主挡在我前面 这一句话我常常在讲 天主帮我顶着 我每次在祈祷的时候 或者我碰到困难 我不会跟别人说 但是我会说天主你帮我顶着 所以在面对我自己 你说怕不怕 我外表我说不怕 但是我内在怕不怕 我相信 因为我不是不怕的人 但是我相信天主顶着 所以我有本钱不怕 这好像是我们信德年当中 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不是不胆举 而是我有天主 对 所以这样的信念 包括你在这几十年的 修道生活里面 是不是都是你的一个支柱呢 他一直撑着你 是 我入修会不敢 不怕你知道已经32年 33年了 1980年穿会衣 33年了 我一直告诉自己 天主在帮你顶着你 你不需要怕 所以在工作当中 会有一些挫折 会有一些什么 我都能够顺利过去 就当作一阵风 就当作一阵风 就这样子过去了 所以但是那一阵风 会给我一个提醒 会有一个给我感觉 是一阵风 但是呢 这个困境 天主让我过去 但是我下次碰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不要吹这个风 我不要吹这个闷风 那我想请教一下修女 是不是要每一个非常有信德的女孩 才能成为沙德保禄修女会的修女呢 你们修女要成为 进来你们这个修会里面 会有一些什么条件没有 其实 这种东西 你说是不是要非常有信德 才能进来 我觉得说 信德是慢慢一直产生增加来的 我刚开始坦白说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说这是我当初的信德 我也不知道 我那时候只是 就像我自己说的 我自己莫 但是我就说 当有那个意念的时候 我就讲 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意念 所以我就说是天主 天主要我的 那我觉得说 你问说要怎么样的才 才那个 我就说 只要有这样的修会接纳的 当你有一个愿意 愿意跟随天主 愿意把自己真的是 或许你现在还不懂 还不了解 但是只要有一个愿意的时候 有心去探求 修会就会接纳 慢慢陪伴着你 我记得说 这才是 因为要有一个女孩子 马上说 你是不是真的 然后怎么样 因为这条路为她来讲 很 未知素 她会怕 但是我觉得说 修会就是在这个 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 你没关系 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马上 但是当你让我知道的时候 我会 我愿意陪伴你 让你跟我一起走 我陪伴着你一起走 这样子 看到一个这么快乐的修女 我相信一定很多 年轻的女孩子 会有点动心 在你的修道过程当中 跟着这个修会 走了这么长的路 是不是也告诉我们 你在这个修会 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我最大的获得 其实没有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最大的就是 我天天都很开心 这个好像不需要说明 我们从镜头上可以看出 或许这就是我的所得 因为 每天我所得 我认为都是我得到的 就像癌生也是我得到 中奖一样的心态去接受它 真的 就像我得癌 我认为中奖 我们家又有一个中蛋了 我跟我哥说 你又中蛋了 我就是 因为我每天都是一个所得 因为我或许从小就这样的 爸爸妈妈陪 就一个 用根基 信仰的根基打下来 我觉得说 本来很多东西都不是我的 但是这些都是我的所得 你让我去 感觉到我这三十多年来的修道 的所得是什么 我会告诉你是 我更懂得 临近 要跟天主接触 我更懂得更大的收获是 每一件都是天主给我的